感冒 感冒 今晚在哪裡 日本 在Japan 感冒 今晚在Japan 我在叫你 你敢有聽見 你看 柯文哲還叫人家 Orange 精華出鏡 Orange 這是一個暗號 這個 Orange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橘子 重點來了 這橘子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橘子 這個橘子可是 可以跟李文中提款的橘子 這代表什麼 你看就以這個短短的兩行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柯文哲非常信任橘子 第二個 錢都給了誰 李文中 所以誰是大帳房 就是李文中 誰是Orange 車手 就是橘子 所以你看短短的這個 我想因為 鏡周看報導 它特別有用這個引號 對 所以這恐怕就是柯文哲的Line 對好 那重點來了 身邊400萬現金保管好 那這一段呢 到底是叫橘子保管好400萬現金 還是400萬元現金是一個暗號 我不清楚 我現在更相信它可能是暗號 因為400萬元現金 我覺得啦 基本上你要怎麼帶 對啊 我懷疑這恐怕可能是一個暗號 然後呢在 你說就像去黨部搬錢一樣 對 那我跟你講 當他說去黨部搬錢 跟誰 一定要有一個人嘛 對 不可能說你要去搬就能搬到我 民眾黨 我也要去一下 讓我進去一下下 民眾黨可以讓我進去一下下嗎 你已經進去很久了 進去哪裡 你被開除了 你被開除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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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進去 然後中出來了 好 總之啊 跟誰搬錢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出來了 跟誰搬 一定也是李文中 李文中 所以前進前出的重點 他就是李文中 好 再來 與李文中交接款項 這個款項是什麼款項 我認為就叫政治現金啦 我說的現金 不是我們認為合法的捐獻的現金 是Cash Money 然後呢 這個 他交接完了之後 去日本了 對 去日本 好 從這邊來看起來 我覺得有一個貓膩 大家有沒有記得 柯文哲在8月 很積極的開記者會 相對於金華城案 其實金華城案在3、4月呢 早就已經開始討論金華城了 柯文哲都沒有開記者會 對 但錢這件事情 他一直開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猜 他很怕被檢連收藏 關於政治現金的部分 有沒有洗錢 對 或者是有沒有 這個不當金流等等 因為會牽扯到太多人 嗯 好 那我覺得有問題是這樣 其實呢 講到這一段啦 就是說 Orange 確實啊 3、4月就去日本了 對 那他告訴大家說我要去這個Japan 去留學 對 那 他5月是不是又回來跟李文中見面 嗯 我覺得這個可以查 但更神奇的是什麼 他又回國了 他827居然回國欸 對 那第一個 他回國是他自己突然間想回來 嗯 還是柯文哲叫他回來 Orange 入境 對 喔 Orange 進來 他是不是就進來了 Orange 出去 Go Out 不要回頭 他是不是29號就跑走了 對 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這樣子 就是說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就把他當車手 嗯 其實我覺得這蠻殘忍的 對啊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齁 大家那個時候 我記不記得 民眾黨那時候都有說嘛 檢調大搜查的時候 你們憑什麼去搜 所謂柯文哲幕僚的地方 嗯 包含說好像他的隨行秘書也被搜 家裡也被搜 嗯 那時候大家都不清楚啊 欸不對啊 隨行秘書的家有什麼好搜的 嗯 喔原來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了 喔 發現橘子出境了 趕快去搜啊 對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 29號他已經離開發現來不及 來不及 想一想不對 對 因為很多媒體啊 這個 很多這個所謂很會幻想的人啊 嗯 突然間說欸 柯文哲最重要的新房 是橘子 那是這樣 手機 錢包 鑰匙 驗 嗯 你要找到那個鑰匙 對 後背是橘子 對 好 橘色的鑰匙 結果你看 檢調終於要去搜了 嗯 搜的時候 並沒有扣查他的USB 也就是說 檢調也沒有查到相關的這個資料 對 但是隨身碟確實有一個就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才有現在陸續曝光的資料 嗯 好 那嚴重的是什麼咧 一定會令人懷疑啊 為什麼 柯文哲 叫他馬上離開 會不會是柯文哲叫他馬上離開 怎麼時間這麼剛好 對 829叫他趕快離開 而且他827才回來 對啊 搞不好只跟阿嬤說一聲嗨 然後就馬上要走了 欸這個很怪 嗯 好 結果呢今天啊 這個北檢證實 而且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一點 吵得沸沸揚揚了 對 826 825 那個時候他為什麼要 非要回國 柯文哲有 你人在最驚險的時候 又一定要回國 一定有他 柯文哲有開一場最後的記者會 對 我覺得跟這有關 嗯 也就是說 柯文哲決定要開記者會 決定要宣佈他請假三個月的這件事情 關鍵 會不會就是舉止 就是說 完了 這個事情大條 對 我們要見面來對一下 812 812 不是 柯文哲最後一場 812就是那一場 那一個 最後的政治獻金說明位 包括4300萬宣佈 他請假的 請假三個月 對啊 812 沒有啊 沒有啊 你再查一下 這個 反正啊 這個跟什麼有關呢 我覺得也是跟應小偉有關 對啊 好 我跟你講柯文哲什麼時候去檢討 但是你看喔 應小偉 在機場出境被攔 所以他是怎樣 立刻趕快通知柯文哲 說欸我在機場出境被攔了 所以柯文哲趕快去通知ORANGE嗎 我覺得有可能 對不對 而且我認為他回來就是在對記者會的內容 我覺得不然他不會為什麼突然間回來 而且他很危險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金華城一直都被爆 但是金華城呢 其實大家看 八月的重點不是金華城 八月的重點是什麼 政治獻金 而且我跟大家重複再強調 政治獻金最重要的地方在哪 一個 就是政治獻金專戶 好更正一下 八月二十九號 對啊 請假三個月 八月二十九號 這邊 我跟你講我記得很清楚 好棒啊 因為我不喝酒啊 有一些人 我跟你講 他其實清醒的時候是清醒 但是他晚上的時候 你繼續講好不好 你不要 但是我只能客氣 不要騷擾我的來賓 因為我只是司機 所以不能打臉 他也不能糾正 他自己去查就好 那這樣好啦 言歸正傳 真的欸 橘子回來就是要套記者會上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回來 但為什麼要趕快走 會不會就是因為完了 硬小蠻會被羈押了 欸啊不是啊 現在不是有視訊這種東西嗎 視訊沒有辦法 因為還是怕旁邊有人 喔OK 大家要知道 就是你怕橘子旁邊有人 或者是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定是當面 核對過 關在一起一個小房間 總不會出事 對我覺得就是這樣 總不會隔牆有惡 好OK 另外來講就是說 現在橘子確實已經被列為洗錢被告 對 所以我還是要跟橘子講啊 你目前跟金華城不一定那麼大的關係 為什麼 金華城跟行程有關 對 跟你圖利收賄無關啊 圖利收賄很大條的啦 那個跟大人有關啊 你橘子確實就是政治現金案 政治現金案 洗錢這件事情啊 到底等一下律師一定會解釋 怎麼樣的狀況算洗錢啊 對不對 那可能有什麼狀況 橘子的身分就會被定為洗錢 那這個等一下我相信 上衣服等一下酒醒了 他會跟大家講清楚 但只是目前啦 目前我認為橘子的角色有可能是車手 那就由於法律來講 他其實從時招來 其實罪行沒有很重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呼籲橘子 你趕快回來面對 因為這不是大事 因為政治現金是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大事 但是你個人 由於他個人如果本案是設為洗錢被告的話 對 那其實他可以把自己的角色 跟做了什麼事說清楚 因為我始終還是相信他沒有從裡面拿錢 如果他有從裡面拿錢 那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而且柯文哲之所以挑上他當貼身帳房 不就是因為知道他們家還蠻富有的 然後他不會想要從裡面拿到什麼錢 偷偷充養金啦 對 恐怕不會啦 對不對 不會去拿個十疊回來 然後交出去只剩八疊 對 就用上衣服給我十疊 我也會十疊收好到我的口袋 我也不會給他 我要把它變成合法的現金就是我的 好 那總之啊 結果呢我要告訴大家 也就是告訴橘子 如果你現在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那麼你就可能有犯罪事實 對 那你有犯罪事實啊 那我告訴你 你可能會被通緝 如果你真的被通緝 你再不回來 你可能30年後才會回來 好 30到40年後 就變成就像你講了 回來就真的變橘子媽了 好 那這個 關於這個已經講得非常詳細了 那目前我要講一件事情 怎麼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爆料 邱佩玲的 好 邱佩玲在我們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遇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